你说这个小说能改编成电影吗 现在不都是兴起时髦吗 说莫言德那边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 生死疲劳会难 但这个就是 这个改编成电影呢 就有一个 它的主线都好办 但是难度是 就是计划生育这个政策问题 而且我觉得 他的这篇小说视觉性 没有那个前面 就是那红高粱什么那些 那么强 也很厉害哦 那几个女的 他比如说 他可能不是一项 某类导演这种拍 像张一某啊 或者什么 就是你要很 很强烈的这种 视觉的效果的 视觉盛宴的 你能想象挖吗 不可能 我觉得不好 不是很好拍 我感觉 然后呢 他讲到后半部分呢 他就讲 现在这个讲前的社会 他不是有那个研究中心吗 对对对 代孕吗 代孕 所以他其实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之前的计划生育呢 是阶级分别 你成分不好的 就严格处理 现在的计划生育呢 有钱的就核算 还是阶级分别 你说他是里边 就所谓说 拷问灵魂啊 实际我好像听说啊 这是莫言自己的 一个亲身的一个经验 就是说呢 他那个时候在部队 也是当兵啊 当个小排长 小干部什么的 那个太太 也是可以生第二个的 但是就是小说里 写到的很真实 但是当时部队里 就是说 你老婆生了第二个孩子 你开出党籍啊 他里边那个男主人公 就是这样嘛 那么对 他就是这个是 他自己亲身经历 亲身经历打开嘛 对 那么最后呢 就活活就不要了这个孩子 不要这个孩子 但是很多年之后啊 要不说 这作家就是个自虐的职业嘛 自己反思自个灵魂 说当时还理直气壮 说这是国家政策啊 想用国家政策啊 就是扼杀了自己的婴儿 对吧 但是现在啊 午夜梦回的时候 想想 自己是为了 不要丢掉这个党政啊 不要丢掉这个官啊 扼杀了自己的孩子 那这个心灵 这个就所谓 拷问灵魂嘛 对 是是是 这个他就是 往里走的东西 其实有时候电影 不是太好拍 你知道吗 他就比如人物 有了有了心理活动 我觉得 有了性格 他就不是光是一个 情节的铺展 你从情节的铺展 这个他这个 他这个小时候 我觉得这些都还好办 好 男是男在 如果他拍电影的话 男是男在 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性 一定会同情 就是被强迫 计划生育的这些人 觉得他们是牺牲品 那这样同情完了以后 那个老百姓 现在探完了以后 对计划生育这个政策 就咬牙切齿了 那所以这个片子通不过 这个真是一个 除非15年配合政策